你知道吗?在Sony Panasonic偷戏吧,这些大名鼎鼎的日本品牌之前,有一间公司早就悄悄在搞科技,搞国际合作,甚至是日本史上第一家外资合资企业,它就是NEC日本电器诸事会社。 而且你可能想不到今天大家觉得NEC有点过气,产品比较企业向,但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NEC一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也是日本PC产业的绝对领头羊。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间曾经代表日本科技实力的老牌企业,到底是怎么起家?怎么爆发又怎么一步步低调下来?先讲一个数字,你就懂它有多梦。 在1980年代,NEC的营业额曾经可以占到整个日本GDP的1%以上,有没有很夸张?来,我们从头讲起,早在1899年,日本还在明智维新后拼命追赶西方的年代,NEC就已经诞生了。 NEC的原名叫做Nippon Electric Company,也就是日本电器会社,是由盐锤邦彦和美国的西屋电器,Western Electric合资创立的,对就是做灯泡跟电话。 NEC的那间西屋,NEC成立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想把电话设备这项新玩意儿带进日本来。 当时日本电话普及率超低,全国连5000个用户都没有,NEC看准这个机会,开始做电话交换机,电话线路还有相关零组件。 那时候日本政府还特地立法通过,让NEC成为日本第一家合法的外资合资公司。 你说,它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走国际路线,但这间公司的运气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好。 1923年,著名的关东大地震爆发,NEC的工厂几乎被移为平地,死伤惨重连当时的外资合伙人西屋电器都吓得想撤资,眼看就要倒闭。 当时的日方管理层展现了惊人的日本匠人魂,并是在废墟中把工厂重新盖起来并迅速恢复生产。 这一节不止没打倒NEC,反而让他们意识到国产化的重要,开始拼命研发自己的技术,不再只当美国人的代工厂。 在战前时期,NEC就已经开始拓展产品,不只是做电话设备,还开始做无线电接收器,真空管和军用通讯设备。 1930年代,他们参与了日本军方的无线通信研发,为后来的雷达电视信号传输打下基础。 一直到二战之后,NEC才迎来第一次真正的飞跃。 为什么? 为战后日本经济重建,国家大力投入基础建设。 NEC靠着跟政府合作提供电话线路与电信设备,业务量暴增。 1950年代,NEC开始跨足微波通信技术。 简单说就是比电话快多了,可以传影像跟数据。 这在当时简直是黑科技。 他们还参与了日本第一套电视转播系统。 甚至连1964年东京奥运的通信系统都是NEC负责的。 这种抓住国家工程的策略,帮NEC打下非常稳的地基。 不止如此,1955年,NEC还推出了自己的黑白电视机,并在1960年代成功进军彩色电视市场,成为日本三大电视品牌之一。 接着到19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NEC也开始思考, 哎,我们除了做硬件,是不是也该来玩一点软的? 于是他们开始发展计算机晶体管IC等新技术。 这边有个很关键的人物登场,小林洪志。 这位社长是NEC最重要的改革者之一。 他在1970年代提出一句超前卫的口号,CNC,不是杂基那家,是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的缩写。 意思是,我们NEC不只是做电话的,也要做电脑,要把电脑加通信整合在一起。 这这当时简直是神预言,因为你想想今天我们的智慧手机,不就是CNC的结晶? NEC不是只讲讲而已哦,他们在1970年代就真的跳进电脑市场。 1979年,NEC推出了自家的八位元电脑PC8001,一推出就大卖。 但真正让他们疯神的是后来推出的PC9801系列。 你知道为什么当年IBM PC席卷全球,却唯独攻不进日本吗? 因为当时的电脑解析度太低,显示不了复杂的汉字。 而NEC非常聪明,他们在电脑里硬体植入了一颗汉字,ROM,晶片。 让电脑能流畅的显示日文就这一招绝杀。 从1980年代到90年代初,PC98系列在日本市占率一度超过60%,甚至到了98%的日本办公室,软体都只能在NEC的电脑上跑。 当时在日本买电脑基本就等于买NEC,这种垄断程度比现在的Windows还夸张。 而且你知道更猛的是什么吗? NEC还搞出了自己的CPU? 对,在当时全世界都在用美国的英特尔摩托罗拉的时候,NEC说,我有我自己的处理器。 1980年代,他们推出的V20 V30系列,还被不少欧美电脑品牌拿去用,甚至被Intel告侵权。 而且那个年代的NEC膨胀到什么程度,他们甚至觉得,我也能做游戏机。 1987年,NEC联合游戏公司Hassen推出了传说中的主机PC Engine,这台机器在当时可是性能怪兽。 它是全球第一台采用CD-ROM的游戏机,画质跟音效直接碾压当时的人天堂红白机。 当年在日本PC Engine的销量甚至一度超越了任天堂。 虽然最后在全球市场输给了死感和苏尼,但在老玩家心中,NEC的游戏机绝对是一代神机。 到这里,NEC的声势已经完全齐飞。 1980年代,他们躋身全球十大半导体厂,还在1985年正式打败Motoralla,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制造商。 什么?你以为第一名会是Intel? No,1985年真的是NEC。 这段时间NEC靠着自己完整的产线,从晶片,到主机板,到整机,到应用系统。 全都自己包几乎可以说是垂直整合王者,甚至他们还打造了日本第一台超级电脑。 你没听错,连超算都要玩。 但是啊,这样的全包式打法,也开始埋下未来的危机。 NEC什么都做,什么都要自己来。 部门超多业务复杂,内部常常互相竞争资源分散。 进入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崩盘,整个市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依稀之间冷掉。 而NEC,这间什么都做体质庞大,部门复杂的巨兽,瞬间就吃不消了。 首先是PC市场遭遇了历史性的转折点,除了大家熟知的Windows 95带来了全球标准化的浪潮。 在那之前还有一个致命打击,康百冲击Compact Shock。 1992年美国电脑品牌Compact杀进日本,一台电脑只卖十几万日元,价格只有NEC的一半不到。 日本消费者瞬间醒了,原来电脑可以这么便宜。 为了保住市占率,NEC被迫跟进降价。 但因为它们内部体质臃肿成本太高,卖一台亏一台利润,瞬间被吸干。 再加上Windows系统的普及,软体不再依赖NEC的汉兹卡,原本的日本护城河,瞬间失效。 结果富士同东芝,IBM,Japan这些品牌就趁势追上,NEC的市占率就这样一路被吞。 再来是半导体,NEC虽然在1980年代称王,但90年代开始。 Intel Samson,台积电这些后起之秀,不止技术们还更灵活。 为了挽救颓势,NEC也尝试过抱团取暖。 比如在2000年左右,NEC把自己的内存DRAM部门切出来,跟日历合资成立了LP达尔毕达试图对抗三星。 但结果大家都知道,因为决策太慢,内斗严重。 LP达最终在2012年宣告破产,被美光收购。 这也标志着NEC在通用半导体领域的彻底败退。 他们在手机市场也一度尝试过,像是N系列折叠手机,如N503i在日本曾经卖超好,风靡整个日本高中生族群。 其实在退出手机市场前,NEC还做过最后一次疯狂的挣扎。 2013年他们推出了一款叫做MidiusW的手机,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伤感? 其实那时候NEC也不是完全摆烂啦,他们还是有在找出路。 既然消费市场打不赢,他们开始朝企业通讯网络基础设施、资料中心、AI应用这些方向走。 简单说就是,不再追求当C端爆款王,而是默默当你看不到的那个背后工程师。 有个例子很有趣,2016年日本政府发展超级电脑AI桥接计划, NEC就负责开发深度学习用的,处理器SX Aurora Tsubasa。 这颗晶片不是拿来打电动,是拿来做AI数据运算器像模拟国防分析用的,是不是低调又高端? 另外你可能想不到,NEC还有参与太空科技, 例如他们是日本JAXA太空计划的主要承包商之一, 帮忙制作卫星通讯系统,甚至还参与开发损鸟号探测器的零件。 这家公司从电话线搞掉卫星,说它是日本科技百货公司也不为过。 而且你今天上网打电话用地铁票办身份验证刷脸进办公室, 很多底层系统其实都有NEC的技术在里面, 尤其是脸部辨识这一块, NEC的AI系统曾多次获得美国国家标准, 与技术研究院NIST评比世界第一的准确率, 包含东京羽田机场,美国机场出入境, 日本警察厅的监控系统, 很多背后都是NEC的脸部AI系统。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形容NEC这家公司, 从巅峰到稳定,从光芒万丈到默默守护, 他们不是倒下而是选择低调, 也许你再也看不到NEC跟Apple Samsung打架了, 但你也无法忽略, 他仍然是支撑日本社会科技系统的关键角色, 这就是NEC的故事, 已经超过120年的企业, 从电话开始经历地震废墟中重生, 跨足半导体世界第一, 做过游戏机也曾被价格战打趴, 最后在AI与太空中找到新方向, 他不是最潮的,也不是最炫的, 但他依然在, 而他的存在也提醒我们, 不只是站上舞台才叫成功, 能默默撑住舞台背后的系统更了不起, 你喜欢这样的故事吗? 如果有酷什么品牌企业科技冷知识你想知道, 也欢迎留言跟我说, 我们下集见!